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 有请 今天我是代替一位好心人来进行求助的 就在前不久 我们栏目呢 接到这位好心人打来的求助电话 说是在河北的某深山里呢 偶遇了一位疑似被拐卖到那里的陌生妇女 这个陌生妇女呢 一直向她哭诉 说是自己被拐到深山里已经二十多年了 一直被囚禁在这里 生活非常的凄惨 想要回家 请求帮助 接到这个求助电话之后 我们立刻联系了相关的警方 警媒联动 开始调查 进行解救 行动 马上开始 严老师好 你好 苏东 来请坐 苏东介绍 我今天之所以我带着两位警察同志过来呢 是因为我们的求助人的身份比较特殊 由于我们要保护一些他的情况 所以不能让他亲自来这儿露面 情况是这样的 好心人给我们提供大概的线索 他可能知道自己是陕西省兰高县那一片的地区的人 所以我们就紧急联系了这两位警官 这是我们陕西省兰高县公安局的正警官和罗警官 我们在不久前呢 刚刚收到了一个线报 说是在河北的邢台的某村里呢 有一位疑似被拐卖的妇女 她想求助要回家 所以我们今天呢 正在紧急的赶楼新台市 与从陕西赶过来的警方 来混合我们要进一步 何时情况 是解释的 应该就是他了 您好二位 等着我的 书东 您好您是 我是陕西的正警官 是您正警官 这位是 他是罗警官 您好您好您好 行那咱们就找一个地儿吧 然后把这个事咱们详细说说 行行行 咱们商量一下 好了那咱们上桌吧 咱们 你们记住这个案件之后的 第一步手段是什么呀 我们接到这个栏目组 给我们转会的这个情况 我们首先联系这个 这个好讯人 通过联系他 知道这个 他说他在这个 新台县的一个山寸里面 武功 就像呢 一个叫陈文芝的老人 向他出的说 他是20年以前 被买卖过来的 当时呢 他就说了 他这个家庭的这个名字 还有他说 他居住在这个陕西 南高县 一个 一个方流区 是这样 然后我们就 飞去这一群上 进行 拨牌调查 我们当时是 所叙述的这个 他的方流公社 以前的方流公社 现在已经改名了 改成了一个村子 上面的居住的人户 已经全部翻下山了 就是这个村子里面 住的人比较少 20年以前的事 你们见到了这个 这个老太平 开始没有嘛 因为 邓俊 好像提供了线索嘛 然后他就说 是我们那个 方流公社的 我们要到 当地去 就是了解情况 是不是 是不是有 中原一个人 了解到了 我们当时啊 都能到村子里面去 因为这个 很多居民 他已经搬 搬走了 当时我们 只好找这个 年纪比较大一点的 因为20年 20年以前 被拐的 我们通过这个 年轻人不知道 就是年轻人不知道 我们找这个 年纪比较大的 了解这个情况 你们到村子去了 那村子都在深山里面 我们了解情况 得知 20年以前 就是一个叫 陈文志的老人 突然失踪了 当时他失踪的时候 这个家里的 两个儿子 年龄都比较小 还有一个女儿 当时已经出嫁了 20岁 当时他不20岁 陈阿姨当时是 自身出头 了解这个情况 就是说 就是有这么个情况 就是那个陈文志 当然是多了 给多方寻找 没有找到 现在就只能找他的家人 和这类情况 现在我们家人 也从这个村子里搬出去了 通过多方了解 他有一个女儿 在荷兰的一个地方 无功 我们打听了他的电话 通过电话了解他 他的母亲 就叫陈文志 20岁前 就是说 突然失踪了 他们就是说 在外面无功期间 就是说 到处寻找 都没有找到 然后 我们就是说 把这一情况 合适以后 就确定了 这个 好确实提供的这个陈文志 就是我们 需要解救的这个对象 明导 明导当时就安排 我们出来 这次实施解救 陈警官 咱们前面就快到 那个陈阿姨所在 那个村子了 现在咱们这边想的 解救的方案是什么 我们根据 这个报岸人 给我们提供 我们解救的 这个陈阿姨 有经常到山上 这个采药 我们想利用 她采药这个机会 我们提前去了 这个报岸人 让她 把她与力的 山下 我们 以便我们 及时快捷地把她解救 因为我们 直接去的话 怕惊动了 村民 因为 根据 报岸人提供 说的家庭 看她 看得比较 陈阿姨比较紧 所以等于 找一个借口 让报岸人 把陈阿姨引起来 对 直接就带走 直接带走 这比较安全 比较快捷 行 好 正好来电话 喂 你在哪里 我们现在 正在往过赶呢 你说 哦 那怎么了 她今天没上山 今天没上山 那好好好 见到陈文芝了吗 我们当时 通过这个 好讯人提供的信息 陈文芝 在 这个行团是一个 深山里面 住的一个 烂石的房子 结果呢 我们在这个 好先生见面的 这个路纯中 出现了情况 就是好先生 给我们打来电话 就是说 在山上 没有遇到陈文芝 就是说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不知道是 家里人看得紧 还是什么原因 还是什么 不见了 没有找到他 那是 后来我们就 想到了 就是说 根据这个好先生 给我们提供的 个山的特征 还有他居住的 这个石头房子的 这个特征 我们想 就是说 我们秘密的上山 我们想 摸托这个情况 看能不能 在山头 在那 对 现在我们这个车 现在只能 停在那个地方 因为现在在过去 全是土路了 我们只能 徒步上路了 郑景观现在 这个 基本上已经确定 他们家的一个位置了 是的 这个岁数看 有多岁 60多岁 那咱们要看见 这个从验想上 以前变成这个人 然后如果确定 差不多的话 咱们就赶紧问他 那些信息 对 对 迅速在 对 行 好 那咱们过去吧 好 行 咱走 当时我们就说 根据这情况 我们步行 大概有10公里左右 在这个深山里面 那么远 远吗 不通车 手机也无法打通 手机没有信号 山路也非常的崎岖 我们当时开始车 到了一条小路以后 就没法往里走了 因为再往里走 连掉头都没有 地面掉 根本就出不来了 然后一路是非常的泥泞 然后这个山路也非常陡峭 里面基本上 除了就放羊的 牲口那种能走 基本上没法走 就爬山 等于是我们跟着 两位警官一起去的 翻了一座山 到了后面那个半山腰 才终于看到那个石头房子 你哪里的 你哪里的 我丢了一座山 十二 啊 就哪里的人 我丢了一座山 陕西的怎么到这里来的 那是拐门人口拐来的 别人把你拐过来的 那跟我们回家 好不好 好好好 那你拐门了 走了走了 快点快点 慢点慢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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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见你 还有一条件 快点 有点没有鼻子 有点没有鼻子 快点 现在这里的老头不在 今天早上还在吗 早上在不在 早上在 现在不在家 现在不在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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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瞪大了眼睛 好像听传奇故事一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影题材 我觉得这个民警了不起 苏东了不起 本身我了不起 事实上在网络当中 会有人发这样的一个信息 而且节目播出之后的话 由老有人来发这样的信息 好新人 然后我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 我经常会想 谁能够把它执行 但是我们就看到 有警察 不抛弃不放弃 去核实 一条看起来可能是假的消息 但他核实以后 还有下一步 如何又把它找着 又去解救 然后甚至面对不可预知 所以某些时候 就是我们的坚持 才能够让一个人 重新有回家的希望 也才能够让他家园团聚 李老师 你讲一下 他当年是怎么被拐的 是被什么人拐走的 这个过程知道吗 说是之前在陕西 现在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住了 从两个的去 龙岔一火 龙岔一火 管门路都管门路 管门路都管门路 在爬地 边的一间早 你往去的好 餐的好 活的好 但是瓜子 你管事呢 管一火啊 你管事就从事到爬地 你管一火呢 我一路走 你不走就从事到爬地 管事就管一火了 这是哪年发生的事啊 您记得吗 您那时候都到多大岁数啊 我赖了四岁 拐卖您的那个是几个人拐卖您啊 一直关着您 啊啊 拐卖您的脸 所有脸都都不叫乎了 我跑了三回跑 三回跑不出去 我会跑 跑不着不知道 不知道老婆的偏销啊 太老不跑的还跑 也是啊 我上次太老不跑 太老妈能喝多了 还跑 还打您吗 打28个呀 那已经拐卖一天都打包饺子 然后那我都在这 这么累的 我咋还是累的 我们在这 这么累的 那大头 接下来您什么打算呀 还见孩子 回陕西见孩子 那您现在如果能回到陕西老家 能见到他们 我已经能见到 那后面日子怎么打算呀 我已经 就跟着 你背帮子了 那背帮子 十帮子 又为猪打猪草 为猪打猪草 就回陕西干这些 我上次推墨 推墨 您要见着您的女儿 会跟她说什么呀 假如说见着了第一面 见面跟她说什么呀 我就不叫对不起 为什么您觉得对不起她呀 没关心的嘛 都有二十年就没关心的 二十年没关心的 他说卖了三千五 他是这样说的 后来发现 其实是被拐卖走了 我们把她找到以后呢 我们很快也就联系上家人了 等于她出嫁 当年出嫁的女儿 现在已经四十岁了 带着她的外孙子 就是女儿的儿子 一块也赶过去了 妈妈呢 不知道我去了 我回娘家去看 看她跟爸爸两个生气的 爸爸以为在我们那儿 其实没有 但你妈没给你了 我回来 我说没有 真的然后就问她 我说我妈去哪儿了 她也不知道 我们也知道她不是这儿嘛 也不是我们的 可能想到她 她怕出意外了 一点都没有找到 我们也在打电 那也是让我们家里很亲 带着她的娘子 因为我妈妈去意外了 每年过年 过学期都跟她烧着 如果见到妈妈以后 既然来什么打算 接下来我养 我照顾 我养她 既然能有十多岁了 我要运她 我当日的贼人 倒运她 我当日的贼人 对不客气 她的贼人 不客气 焦 脱油 我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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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什麼意思 我以为他心里不肯定 你是不是? 嗯? 你 你 我说你女儿啊 你不肯定了啊 我肯定了 我肯定了 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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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了 你肯定了 你肯定了 我有 我有在这儿子 有 他们都买的有 有 嗯 我不敢去 慢慢都弄了 脏到上都去了 脏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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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到上边去了 没有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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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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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脏 没有脏 这是我们得脏 这是我们的脏 有脏 我们的脏 可能会就是 这钱 是他 才能脏 没有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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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脏 都想要脏 你管完都行 你听我们话都行 我发自己都回来 我发自己 两位贵女人 都在听我们的话都回来 那个霓萍啊 我想这个案例里面 这故事里面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人 就是那个好心人 对吧 我就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啊 太需要这样的好心人了 我们千万不要忽略 这个好心人的一个好心的电话 是吧 他就是因为他这一个电话 拯救了一个家庭 也给我们这个社会 提供了一个和谐的一个希望 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通过这个节目 要大力的宣传 好心人的这个好心 也希望能这个社会 涌现出更多的好心人 来做这样的事情 实际上这个案子呢 应该讲 算个例 二十年前被关于 在深山里 被人看着 他们出不来 比较少 但是呢 实际上很多这个服务 反正我情况 确实全差万件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 如果身边有这些人 觉得很可疑的话 就可以给警方 警方呢都会进行调查 如果确实是被关于 我们一定会把他们尽留住 现在关键是这个信息 需要让警方知道 我们对此 大家都一定 做成一件好事 是 银枪铁 也有第一把户在上面 占点在一起 国家 人民 我们老说 人民是我们的一世父母 真就是这样 他们都属于对我们认为 非常好的 经厂 大家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待